最酷男子漢 站出來 1月6號到1月29號 酷雜數以及我愛男子漢 邀請最酷的女子站出來 為50位男子漢加油 你的一票有機會幫他們收集 雜數潮流傳達電堂 我愛男子漢 站了 詳細請上超市官網以及 潮流酷網站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剛看完了比較陰柔的舞蹈 下一位酷似小豬羅志祥的參賽者 張家瑋的表演又會是如何呢 來吧 張家瑋的舞蹈表演 頻頻對評審放電 那對他會有什麼評語呢 舞蹈的部分問一下聖峰老師 還不錯 看得出個遊戲 很便宜 張家瑋的舞蹈 得到聖峰老師的誇讚 下一位外型 看起來秀珍的林銘漢 他會帶來什麼樣的表現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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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恩 鍵 加油 對 好的 那也非常謝謝你 林林漢的舞蹈 不僅獲得聖豐老師的讚賞 下一位參賽者 即將賣力演出博德入選 聽鬼了 我要聽鬼了 好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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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賣命的演出 真的是非常賣命的演出 請你繼續保持這樣的瘋狂殺劇 剛剛看完了參賽者 表演唱歌舞蹈來爭取入選 更有參賽者拿出少見的另類才藝 超很多 Pandora 身影 身影 臨庭 身影 狀rial 一、二、三、二、三、二、三、二 看起來評審 都被林佑夫的表演BBOX吸引住了 那麼對他又會有什麼樣的講評呢 就是你的東西讓我覺得 就是至少那個震撼力還足夠 然後我覺得因為有的時候其實在 就是觀眾在聽這個時候 其實並不是那麼懂 但是我覺得那個震撼力 如果先把大家都先劈的話 對 其實那個很重要 看完了林佑夫的BBOX 接下來擁有健壯體過的白家瑋 將帶來伏地挺身的另類台藝 在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後 白家瑋帶來即將讓電視機前的 女性朋友臉紅心跳的表演 真是滿判斷的 一切的表演 超棒的 我和你一切都不維持 確實故 freelance 我和你一切都不不行 不要再休息 不要再我這麼愛你 你不愛我 是一個非常逗趣的表演 而且連小時候老師都沒有舉牌 導演 我其實還蠻善良 我沒有那麼殘忍 而且我覺得你這樣表現 是非常好的 就是平常的訓練在健身 在舞台上呈現了一個很好的現場 因為我覺得現在不管抱他們 媽咪講話不要擦我 別擦髮 看完白家瑋的演出 下一位參賽者王趙瑋 本身就是個模特兒 瞧他的專業姿勢 是不是讓你有 歷齡國際精品的秀場 千萬不要以為就只有這樣 揚眼的又來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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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趙瑋跳著另類的走秀健身才藝 成功入選啦 經過眾多參賽者的表演之後 台北海選的第一站 總共入選了26位男子漢 接下來在台中的海選 也吸引了許多參賽者 這位參賽者的打扮看起來頗有特色 他又會帶來什麼樣的表演呢 地心你抓不住你 跟著陰落一起流動 就跟著陰落一起流動 李箱才的表演 令現場觀眾為之傻眼 這樣的演出 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你要做一些準備功課 然後抓一個重點 然後好好去往內的方向去 學習跟努力 因為這個歌真的 我隨便叫在場的人上來唱 搞不好都可以唱很好 你覺得我意思嗎 高 對 好 請加油 接下來這位看起來 外型粗獷的陳柏全 即將帶來令全場較好的表演 一下歌 真的 會不會 把聲音給抗有 好 你是一個異姿 來自整理的 你打扮看 現在 你打扮看 那你打扮看 你打扮看 那你打扮看 我打扮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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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欣賞自我借錢 那也是Trouble Trouble I know it's so long 那是誰是 那是誰是 哇 謝忻 你是請戴這份表演 之後我還說評審會給你什麼樣的一個意見 我先講啊 你剛剛亮牌對不對 對 完全就是因為他的外型 跟他帶來的那個表演 大牌 知道嗎 你有一點胡渣嘛對不對 帶有默契 很帥氣 很面 我剛剛找到衝突感 衝突感 真的衝突很大 所以我好像要這樣亮牌 我會覺得你怎麼了 但是後來我經過這一段 大概三四分鐘這樣表演 一直到最後把牌放下來 我才好像明白 也就是說你壓抑太多 你終於找到自己了 這位長相外型斯文的參賽者李宜博 將帶來一首高難度的歌曲 他能成功詮釋嗎 我更衷 可是我更溫柔 外表冷漠 內心狂熱 那就是我 我更衷 可是我有音樂和啤酒 一點卑微 一點懦弱 一點懦弱 可是從不退縮 李宜博的聲音還真是非常有特色 也獲得評審的認同 並成功入選啦 接下來有可愛外表的沈明漢 他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你站在教室門口的小角落 偷偷看著你可愛的笑容 你就像天上的雲朵 我好像變成彩虹 只能說這歌聲真是令人一頭霧水 到底他的評價會如何呢 你十六歲了對不對 但是我發現你十六歲 唱歌的方法像十二歲 就是那個演唱的方法 有一點點 耗靈在一載 耗靈在五天 耗靈在一載 講話比較不懶 變懶 對 就感覺就是嘴心都沒有出來 在台中海選 總共入取了兩位男子憨 接下來海選第三站 選在高雄 高雄的參賽者 紛紛秀出自己的才藝 這位參賽者竟秀出 跟自己外型截然不同的 台語歌曲 他會獲得什麼樣的評價呢 然後我剛剛在台下想了 就是我到底要唱台語還是國語 因為台語就是 然後所以我想要唱兩首就是 副歌然後不會太長 對 好的 那舞台交給你囉 加油 往中前一條夢 往中前一條空 在背中 他愛上白人 朱綠雪 緊接著帶來一首 完全不同風格的 國語歌曲 中小動入走九遍 穿過末世人潮 收尋你的臉 有人走得匆忙 有人愛到甜美 誰會再一擦肩而過的心碎 謝謝 評審給他的評語 會是什麼呢 你現在有朋友去KTV唱歌 你都唱台語歌嗎 對 我都唱台語 真的假的 然後我朋友說 這是偶像 好可愛 他男生 偶像就不能唱台語 可以用台語殺出你的偶像一條路 對啊 而且因為他的外表其實看起來就乾乾淨淨 而且還滿帥的 對 你的外表 重度會很大 不是唱台語歌的人 就是你的臉不是耶 你知道嗎 還是你覺得你就是想要當台語歌手 沒有 我朋友都說 就是叫我不要唱台語 一定不會重的 真的 他說偶像 你朋友有沒有來 沒有 我剛打電話一直問他 他說真的嗎 真的不要這樣 你待會兒告訴他 你是唱台語的同學 加油了 謝謝你 謝謝 台中尋找美型男 意外找到大明星 你在哪裡 我在找你 星男 這是星男嗎 像話的伸手 可以嗎你 難卻的戰鬥 手指雞巴湯 塞子雞彩湯 摸摸摸 有沒有很多人說他好像是笑聲 這就好像是笑聲 顏雅倫 顏雅倫 我就是要找這種男孩 故事明星的超級型男 即將登場